下一位 葉國謙議員 謝謝主席 其實我覺得今天的會議到這裡 都很遺憾 因為我覺得我們所有立法會議員 其實現在都是一個直播 這樣的情況之下 讓香港市民看到我們的會議 竟然我們的同事為這些問題 我覺得很遺憾 雙方面大家都要考慮一下 我們如何根據會議規則和規程進行 現在問題引起 陳委員根據財務委員會的第十三條 要求考慮在討論現時有關議程中 即財務撥款的問題 覺得不應該他去主持會議 入了一個很清楚的 所以根據這裡 其實我聽到 吳亮星主席也提及到 其實在第三條很清楚說到 如主席決定其本人未能在討論某項事件主持會議 或委員會決定他不能負責這項會議 則是需要由副主席 需要由一項主持會議 這是兩項 一個是主席如果決定認為自己可以主持會議 他這個權力已經存在了 或者他認為我們不決定 交給大會 即我們這個委員會 會決定 去討論 現在是兩種做法 我現在知道 現在主席是把這個決定交給我們 這樣簡單 要討論 本來就進行討論 不過有議員又提出 你現在主持也應該不應該由你主持 其實主席就說 既然這樣就打了表決 即是說他現在可不可以主持 現在那個 接下來陳偉業的動議 是這麼簡單 是這麼簡單 大家覺得他適合主持就主持 不適合主持就不主持 是這麼簡單 如果大家真的認為他是適合主持 他就會主持繼續討論陳偉業議員 現在這個有關的議案 即是這樣的提法 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如果大家否決了 不就付出力上來 那用不著再爭論並斥 搞得這麼複雜 我覺得很奇怪 說又要有一個很長的討論等等 其實剛才田北俊議員都說得很清楚 其實這是很簡單的 大家判斷的問題 你認為他現在適不適合主持 而主持這個動議 是這樣的 為什麽搞得來講 大家又各自各 我覺得 講到這裡差不多時間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希望大家有一個明確的表決 就是清楚 贊成一不贊同 即是他現在主席繼續主持會議 一個人不同意 是這麼簡單 多謝主席